Hello my friend 嗨 我跟你说什么 菁姐姐想喝水 为什么你们喝水呢 好多人以前 我给你说 听专家说 你要喝多少水 保持你身体健康 我等你说 没有喝水都会晕啊 后来就他喝多点水 他解决那个问题 为什么喝水都会晕啊 没有水分 连水很浓 你个人会感觉不舒服晕 其实我对你说刚刚想到的 因为做到喝水 对我们来说呢 很重要 就是我觉得 哇 怎么大气水 怎么喝啊 其实是很方法的 什么方法 很简单 当你喝水的时候呢 你看吧 就写个方法 你看吧 我示范给你看 平时我买的时候 可以一次过喝吧 你看 喝的时候 你不用呼吸 完全不用呼吸 就是不吸 不用呼吸 不用感觉 你感觉到我吃 腿 不 我吃东西 你感觉到我吃腿 有方法 有方法 当你喝水的时候呢 你不要感觉到你喝水 你感觉 要吞 将一杯水 吞下去 不要感觉到你口口 只不过告诉你自己 我现在要喝水 你看 以前我做不到 我现在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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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喝水 其实喝水 可以学 不用呼吸 不用感觉到 不过要喝水 我走给你看 看你 包子,轉角色,可好 吃一點點 切開,切開,把鯊子搓 切開 切開,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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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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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需要喝 但是,我真的喜歡給你看 可以用一个方法 令到你喝多多水 所以你一听里面 专家所说的 以前的天都很高 当时现在我不高 我觉得很容易解决 让我找到一个方法 OK 看着 为什么这样做出来 因为我很奇怪 我的身体跟别人不一样 很难喝水 不口哭的 可以是我中心起来 不口哭的 然后我觉得 哎呀死了 会不会影响了身体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逼 我自己要喝水 不要等到你口哭 所以这种习惯 吃完东西 我们要喝水 过了定时间 我们要喝水 怎么喝呢 当你拿着冰雪一扇 你不要紧张 慢慢吞 慢慢吞 OK 要 过过过 关注这些喝 不要紧张到你喝水 你紧张地吞吞 你真的很容易喝 你看 就像一个秘缺来的 所以我以前不会 真的一天喝不到 多么多水 真的影响到身体的 我有疼 我有头晕 后来我找出这个方法 帮到我 他又帮助了 所以说 很重要 希望你们很身体健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